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nastasia Lin, a Delegate for Miss World Canada 2015. I'm so happy to be here to share with you what I consider to be most beautiful. 来自湖南常德的林耶凡,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 五岁获得全国书法比赛大奖,十岁考过了钢琴时级。 十三岁时,林耶凡随母亲移民到加拿大, 她凭钢琴特长做起家庭教师。 这期间,她收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 林耶凡原以为法轮功如中共宣传的那样, 然而海外自由社会的真实讯息打开了她的眼界。 当明白了自己在国内听信的全是谎言时,林耶凡很震惊。 她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 由好奇进而被深深吸引。 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让林耶凡心态平和, 获得了思考与行动的智慧和勇气。 在了解了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事实后, 林耶凡决定投入到反迫害行列。 十六岁那年,受前加拿大世界小姐的启发, 林耶凡萌生选美愿望, 希望把美好的东西通过这个平台传递出去。 在美女如云的选美大赛上, 开始时林耶凡心理压力很大, 之后她调整自己, 放下竞争心态, 以善和包容之心对待每位加力, 结果获得意外成功。 林耶凡在决赛中答复评委, 林耶凡的答辩赢得了全场掌声。 2015年5月, 她荣获加拿大世界小姐会关。 家乡湖南省媒体广泛报道, 称这位长得妹子, 用努力和实力在异国赢得了尊重和肯定。 但几天后风云骤变, 国内网络上关于林耶凡摘冠的报道全部消失, 中共国安人员上门威胁她父亲, 让林耶凡沉默, 否则他们家会遭到文革式的迫害。 经过沉思的林耶凡认为, 如果因威胁而停止为受迫害的民众发声, 就意味着中共可以有效地封他的口。 林耶凡在加拿大、美国、台湾出席听证会, 表示不会畏惧。 她呼吁人们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 即使我在加拿大仍然是在这个暴政的运营下,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这样,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的话, 那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就会永远继续下去, 我们不能沉默, 因为沉默会滋长暴政, 沉默不会帮助任何人。 2015年11月, 林耶凡在香港被中共拒绝入境海南省, 参加世界决赛。 林耶凡事件引起全世界媒体关注, 国际媒体进一步报道了 引发事件的中共迫害法文工的问题。 美联社报道, 林耶凡是针对中国宗教政策的直率批评者。 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文章指出, 中共在没有给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无理拒签。 韩国日报则对法轮功做了详细报道, 称法轮功为人类价值体系提供了全新典范。 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表演和戏剧系的林耶凡, 坚持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近年来, 他出演了二十多部揭露中共真实面目的影视剧, 其中多部影片获得了国际电影节大奖。 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实际行动, 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美丽无国界, 正义也是无国界。 坚持原则与信念, 秉持传统价值, 不随波逐流。 林耶凡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 即使遇到再大的阻力或对个人名誉的损毁, 也不放弃, 坚持做该做的。 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年后的今天, 事实证明, 强权压不垮良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